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借助路灯看清 对于一个瘦弱的女孩子来说 若是独自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小巷子之中 很容易会遭到一些不轨人式的毒手 而当天骑手查理刚好骑车路过这条小巷 就在他停下车短暂休整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个女孩子的呼救声 转过头去一看 一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子向着查理的方向小跑而来 看起来十分慌乱 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一般被惊吓到不行 而顺着女子跑来的方向看去 其身后居然尾随着一个戴帽子的男子 看起来面色不善 查理下意识就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而且女子在跑过来之后 一把就抓住了查理的手臂 宛如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 死抓着不放手 那名尾随而来的男子上来就要去抓女子 可是眼疾手快的查理 很快就伸出手拦住了她 并且严严实实地将那名女子保护在自己的身后 随后查理质问男子是要干嘛 男子为了博得查理的信任 便谎称自己是该女子的男朋友 但下一秒就被女子否认了 况且如果真是女子男朋友的话 男子的这番行为也实在令人起疑 毕竟没有一个男朋友面对女朋友时会是凶相毕露 查理察觉到此 当然不会放任男子继续靠近女子 仍旧将女子护在身后 不让男子触碰到女子 之后不管男子如何狡辩自己是认识女子的 查理始终没有放下戒备 并不断质问男子到底是谁 又是干什么呢 见到查理如此维护女子 男子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不免放了几句狠话 但也打消了要对女子做些什么的坏心思 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去了 见不怀好意的男子远走 女子这才放松了一点 感谢顾查理之后还拥抱了一下查理 不过因为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女子的心中还是有些害怕 甚至还差点后怕地哭了出来 查理很心疼 也生怕女子埋下心理阴影 便一直在旁安慰 女子见查理是个好心人 就跟查理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女子之前是去超市买东西 结果出来之后 那名男子就跟了上来 还不断说一些羞耻的话 这让他很是害怕 一边说着 还一边捂着脸 又跟查理拥抱了两次 对此毫不嫌弃的查理 还询问女子的家在哪里 女子也告知了查理 接着查理邀请女子坐上自己的摩托车 并将其安全地送回了家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 查理非常担心这一晚的事情 会给女子的心中造成打击 甚至落下心理疾病 所以在征得女子的同意之后 跟女子约好隔天去骑车采风 散心 到了第二天 查理如约来到女子的家门口 先是简单跟女子寒暄了几句 见女子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便将她载上了自己的机车 随后 查理骑着机车 载着女子及时在公路上 看得出来女子非常开心 其实刚上车的时候 女子就一直在笑 可见查理的暖心行为 已经为女子彻底驱散了前一晚的阴霾 甚至还让女子见识到了生活中的美好 骑行的过程中 女子还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主动跟查理聊天 期间笑容就没断过 这似乎成了她最近这段时间里 最开心的时光 之后 两人继续前行 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公路 也打开了女子一层又一层的心扉 相信她会永远都记得 查理赠予她的这份善意 并且重新鼓起勇气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而这段视频在网络上曝光之后 很多网友都在为查理的热心厂点赞 说她拯救了一个 差点迷失自己的女孩 非常棒 而接下来 我们再说一个 发生在山西的温暖故事 在山西太原 曾有一段老人住院 女儿给父亲买的龙须面 分量总是比别人的多 而且还加鸡蛋的视频 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和热议 事情是这样的 一女子的父亲 医患并住院 整日都是病奄奄的 而且在其治疗期间 由于父亲吃不惯医院里的伙食 再加上推咽比较困难 女儿只能每天给她从外面买 但也只能一些比较好 咀嚼和吞咽的食物 连续几天过后 经过女儿对于多家饭店的对比 选中了一家龙须面 打那之后 女儿每次去光顾的时候 都会让煮面店 阿姨多煮一会 好让面更软一些 而好心的阿姨态度特别好 答应了女儿的请求 好在父亲吃着也比较顺口 因此 龙须面则成了父亲的主食 而在为父亲买面的这几天里 女儿一直以为龙须面里 本来就是带鸡蛋的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有一天 女儿买了两份面 结果 这次买的两份面中 只有父亲的那一碗里 才有鸡蛋和西红柿 她吃的那一份则是没有 原来 阿姨一直都在默默 关心着自己的父亲 女儿也是瞬间 就被面馆老板感动到了 甚至还发出感慨 原来这个世界 比我想象的要善良得多 事实上 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多 好多医院旁边的小餐馆 都在默默地 为一些病人和病人家属 带去温暖 生病住院 本来就是一件 令人心情不好的事情 但很多老板都会表示 那就让他们在吃的方面 吃得舒心放心 就像视频中 女儿所说的 原来这个世界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好 所以 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帮助别人 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 而网友们也纷纷站出来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 每一位儿女 在父母亲生病住院期间 操碎了心 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 父母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 所以 当他们生病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照顾 还有人表示 支持这种正能量的情况出现 看到是病人的打包筒之后 就会从中多添加鸡蛋跟面粉 有这样的老板 让人感受到了 世间的一份亲情跟温暖 接下来的生意 一定会平步青云 并且节节高的 而每当看到 这种正能量的情况出现 多数人都会瞬间泪目 卖面阿姨一定理解 病人和病人的家属 很不容易 所以 力所能及坐着 可以帮助这些病人家属的一些事情 虽然只是小小的事情 但是在病人家属的眼里 却是满满的感恩和感动 希望女子的父亲 可以早日康复 也希望大家可以向这位 善良的阿姨学习 散发自己的善心 在别人处于困境的时候 能够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让社会处处充满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